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梁艳 今天的节目 我将和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今天是您的生日 巴金萧山作品朗读会 日前在上海巴金故居举行 上海电影演员剧团的达士长 西美娟 梁波罗 王施怀 佟瑞欣等艺术家 为受邀前来的文学爱好者 送读了巴金及其夫人萧山的文学作品和家书 重拾前辈的艺术印记 共同感受文学之美 一起去现场看看吧 我正是不善于讲话 有感情表达不出来 才求助于纸笔 用小说的情景发泄自己的爱和恨 从读者变成了作家 很像是鸭子宝啊 不知道这个人是好是坏 是饶国是温厚 也不知道日后是苦是甜 是快乐是心酸 就再也不许悔改 就从今天 这一晚 说着 这没有一件如意的事 不要的是你得不到的 你得到的又是你不要的 天啊 美啊 为什么这个人不是你啊 家中主人公高绝心 因为是家族长孙的缘故 被剥夺了学业与爱情 放弃了自己爱的表妹梅 无奈地和父亲指定的姑娘 瑞爵结了婚 作为巴金的代表作之一 家写的不仅是巴金 自己家族的历史 更是当时一般的 封建大家庭的历史 而故事中的高绝心的形象 更是以哥哥李瑶梅为原型塑造 然而 家梅写完 哥哥却自杀了 哥哥的死 更坚定了巴金早日写好家的决心 巴金说 对那吃人的封建制度 我一定要用全力打击他 我写家的时候 就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 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 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 也陪着他们哀哭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 我好像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 我又看见了 过去使我的心灵激动的一切 他说的那个 活着真没有一件如意的事 你要的是你得不到的 你得到的又是你主要的 这个我觉得太深刻了 决心这个人物 他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的活动 很复杂的内心的活动 所以说对演员是个谋略 也是个考验 现在差不多 是靠着回忆生活的 回忆有时候 真可以使人忘记一切 我真想回到从前不居住 无忧虑的儿子去 可惜年光 不能够倒流 大表哥 你千万 要保住自己的身体 1956年 上海电影制片厂 投名改编了巴金的小说家 孙道林 张瑞芳 黄宗英等纷纷出演 饰演决心的孙道林 在读了家之后泪流满面 他说 那么真诚的感情 那样的爱和恨 太感动我了 而饰演过梅的黄宗英 在拍摄期间 还因为梅这一角色 与巴金先生发生过争议 黄宗英认为 梅与瑞爵应该是情敌 会心生怨恨 而巴金先生却说 梅不会怨 不会嫉妒 他只觉得 自己不该再来打搅别人 所以黄宗英说 我从梅身上 学到了很多好的东西 读到这儿 我就会感动得流远 那你说感情都是自私的 应该去怎么样 但是恰恰写出 他这样的一个个性 是让人永远记住 梅的这样 在巴金先生 亲手种植的玉兰树旁 梁波罗 余慧 杨晨 赫根奇尔等 饱含深情地 朗读了巴金 写给妻子萧珊的书信 他是一个 普通的文艺爱好者 一个成绩不大的 翻译工作者 一个心底善良的人 他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 他的骨灰里 有我的泪和血 这是巴金先生 在怀念 《萧珊》一文中 对于妻子的描述 二十八年的婚姻生活 巴金先生和萧珊女士 相濡以沫 同甘共苦 正如作家冰心评价道 巴金最可佩服之处 就是他对恋爱和婚姻态度上的 严肃和专一 巴金一生的爱情 只和一个叫萧珊的女人有关 1972年 萧珊去世 十二年后 巴金写给萧珊的最后一封家书 寄往了天国 昨夜 梦见萧珊 她拉着我的手说 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啊 我安慰她 我不要紧 她哭了起来 我心里难过 就醒了 萧珊她离开我十二年了 十二年 多么长的日日夜夜啊 每次我回到家门口 眼前就出现一张笑脸 一个亲切的声音向我迎来 可是走进院子 却只见一些高高矮矮的 没有花的绿树 特别特别的难得 其实我觉得什么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真挚的爱 让这些被沉睡的 有了灰尘的名著 经典 通过我们的传播 让大家能真的把这些灰尘胆料 重新翻上 翻出来 重新去看 认识真正的这些经典文化 唤醒大家对这些艺术家的尊重 对他作品的尊重 我记得最深的印象就是 每次八老跟我见面都会说上 这么三个字就是说真话 当时我四十几岁还不到 我觉得说真话难吗 张开嘴不就说就完了吗 今天是五十岁的我了 我觉得说话说真话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是一件需要人生感悟 需要勇气 需要一定德行操守的事情 这些艺术家都聚集在一起 用他们的艺术表演的这种天分 用他们的朗读的 这些八老的 这些著作的 这些精髓 来表达他们 向受贿的 承诺的一种受贿责任 和一种艺术家的责任 就是要弘扬真能量 弘扬真赞美 让更多的年轻的读者和观众 体会到什么叫做人类的灵魂 站在八老写作的太阳间前 已在八老亲手栽种的玉兰树旁 艺术家饱含深情的朗诵 为初冬的上海和武康路113号 八老的故居 带来浓浓的暖意和温馨 这一天的八老故居 没有剧场的舞台装饰 没有装扮者的表演 有的是艺术家对一代文学巨匠 八老的怀念 和世人向经典的致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文化时分微信公众号 和官方微博 参与文化时分年度风尚人物投票 有机会赢取丰厚奖品 赶快参加我们的互动吧 有机会赢取丰厚奖品